请教授几个问题 请教授几个问题 是我要让主委知道这件事情 将来有机会我们也希望在中央行政院 这个能够这个采纳我们的意见 至少在九席的中央 十一席对不起 十一席的中央选举委员当中 有一席保障给我们原住民 来参与这个有关选举的国家政策 这个你同意吗 这个我不反对 谢谢非常谢谢 第二个问题要请教 这个 诸位你以前是嘉义市市长吗 是 我要问的就是说 嘉义市的市议员有没有原住民 没有 没有 那么嘉义市的选民有没有原住民 有 那这些选民要投给谁 只有投一般的 就投给区域的 如果是三地原住民或者是平地原住民的票 他们就另外投 问你是嘉义市市议会 嘉义市并没有原住民的议员吗 没有 但是却有原住民的选民吗 对他们可以选地位的原住民 对对对 我现在讲的是嘉义市的 嘉义市的 嘉义市议员他们 没有吗 没有 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既然有投票权 他也应该有选举 就是这个参选的权利吗 他就投一般的 不是不是 他可以作为一个候选人吗 人数不足啊 不足 所以这个是很不公平的地方了 原住民要有参政的权利 是给他投票 他自己不能被被称为候选人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境啊 这个 譬如说 我再举一个例子 我再举一个例子 你刚刚讲 也许人物数超过某一个程度 他就设置这个原住民级的议员 现实议员 譬如说 基隆市 像基隆市 他没有原住民乡镇区 但是呢 有原住民的选民 大概超过了一定的人数 所以才是一席 要1500人以上才有 才是人口还是选民数 人口数 人口数 只要超过1500 大大小小 包括小孩子 没有投票权的人 超过1500个人口 就可以这个产生一席的先议员 对不对 那张花县也是一样 但是很奇怪的就是 不管是基隆市 不管是张花县 这两个地方都是 没有原住民乡镇的一个地方 对不对 张花县没有三地乡 也没有平地原住民的乡镇 但是 因为原住民人口 也超过1500个的人口 很奇怪的就是 这两个地方 并没有给予三地原住民 参选的机会 就是他们没有三地原住民的 私议员 也没有三地原住民的姓员 那就要有三地乡才行 所以说嘛 我们这样一个选举的制度 对于都会区的 没有三地乡的都会区 像基隆市 像张花县 像早期的台南 台南市 台南县 这些都没有啊 连嘉义市也没有 这个原住民区啊 对不对 嘉义县有 对不对 那我就讲到嘉义县好了 以嘉义县做例子 有三地原住民议员 因为那边有一个阿里山乡 但是很奇怪就是 那边的阿美族 平地原住民 他没有参政的权利 他投给谁 他也不能投给那个 阿里山的那个候选人 是要投给区域的 语言生活习俗都不一样 居然我要投给那个人 当选以后 那个人没有再服务我 是阿里山的议员 要服务我们 平地原住民 包括阿美族 包括北南族 包括是少数的 是个赛校族 或者是派人族 这位你这样想想看 公平不公平 看起来似乎不是很公平 但实际上我们的议员 是不分族群在服务的 是没有错了 这个才很好 当然了 当然议员不分族群在服务 但是呢 你看让那个投票的人 将来也有机会 当候选人嘛 只不过因为 阴性规则说 你们这个族群 打发了这个人数 你们这个是不能参加了 因为这个规定那更乱 如果没有一定的规定 那你三四百人就要选一个 那不是天下大乱吗 当时我们要做一个合理的处理 我就说 譬如说 平地原住民 产生一起 对不对 内线的三地原住民 就要投给平地原住民的候选人 而不应该投给 那个区域的 这个候选人 就是看他有没有这个选举权的问题 他就可以投 不是哦 他规定 三地原住民 加一 我举加一县的为 做例子 加一县的平地原住民 是不能投给 加一县的三地原住民的候选人 有这样的规定 我让专处长答复 好 跟委员报告 因为这个部分基本上设置地方自找的规定 假如这个地方有平地原住民 一千五百 他有一席平地原住民 但是没有三地乡 对 那现在的做法 现在地方自找规定的时候 这些三地原住民是投汉人的 对 但是如果给他投平地原住民 看起来是似乎上比较合理 可是他会取得平地原住民的被选取权 变成他也有参选资格 这样对于原住民 平地原住民要保障的这个意志 可能会有一点 有点落差 这个我还是听不懂 反正 我一直觉得 平地原住民跟三地原住民 觉得要区隔 你就干脆给三地原住民 参选的机会 要不合并起来也没有关系 但是很危险就是 这两个族群 不同类型的族群 投票的那个 那个 我们讲习惯了 是很不太一样的 这个很值得我们来推敲 因为这是我们原住民的文化 好 这个暂且不谈 我们下一次下个问题 我再请教我们这个主委 好谢谢 就是 宪法规定 原住民的立法委员 分成两个列型 第一个类型是平地原住民 第二个类型是三地原住民 是 刚好 每一个类型 各占三型 三型 如果中间发生事件 这个缺业的时候 却规定要按照地方制度的 这个二分之一的 这个缺额才能够 这个补选 这显然违反了 那个 国家宪法对原住民参政的 一个名额的 这个决定 就是说宪法规定三型就三型 如果有缺额 应该要做 不管是补选 不管是地补 都要做这个动作的 其实都没有做 就让他缺额 这显然是违反了 这个 国家宪法的一个精神 因为依照现在公职人员 选择办法 居然将原住民的立法委员 事同缺额的规定 可以缺额 这个为什么 三型 如果只有一型 出缺 是不能补选的 这个未来的四年 大概只有两型的立法 这个来做 担任这个公职人员 为什么 因为没有超过二分之一 这个对于国家宪法的规定 一定要三型这个部分呢 是有违宪的这个现象 朱伟你的想法是怎么样 你说 这个我们可能要来 好好的斟酌讨论 因为确实上一次 就是缺一期而没有地补 也没有补选 那么将来是不是也这样子呢 可能要跟内政部来言商 因为三期要过二分之一 就等于是要过三分之二了 那变成要两期才能够 这个补选 目前是这样 三一期就因为这样 对 让我们国家少了一个立法委员了 是 这个我个人这个提出来 最后还是一样 我们再提一个 就是原住民选取后的票贴的问题 我们现在这个 我们原住民当选之后 跟区域当选一样 一票是三十块 一票是三十块 我们全国 这个得票率最高的是新竹县的 这个一个委员 是十七万票 他可以这个 这个领五百一十万的票贴 立法委员 原住民的部分 三十块 你用一万票当选的话 你只有领三十万 我一直觉得 平地原住民也好 三地原住民也好 他的选举非常辽阔啊 对不对 上山下海 整个台湾岛之外 还走澎湖 金门马祖 跨越了两个省份 但是他的票贴 仍然是三十块 然后得到票是 很难得 我们每一票 每一张票都非常珍惜 哪怕这张票是在金门拿到的 另外一张票是马祖拿到了 但是呢 我们一直觉得他的票 居然是同等都三十块 整个大楼一千票 很简单就拿到了 但是我们的一票 可能要到澎湖 可能要到金门 可能要到马祖 是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我觉得 票贴的部分 除了考量他的票数之外呢 请考量他的 那个面积 范围 范围 这第一个 请考虑的 第二个 不管是平地原住民 或者这个 三地原住民的立法委 他的选举期间只有十天 我们几一个金融市来讲 他一天可以跑一千 十天可以跑十千 可以跑十圈了 十次的金融市 我们不行 我们一天排东线 要跑两天 花园线要跑两天 就四天了 剩下六天 我们还有将近二十个线上 还没有跑 就开始这个投票了 对于我们原住民的参选来讲 真的是非常的累啊 非常的累 这部分能不能修改成 原住民的区块 提前 多一个礼拜 和多五天 我们请我们 这个中央选举文会 做个考量看看 将来 当然我们不能比总统 那么长二十几天了 但是至少我们原住民 不能选举的 这个竞选活动时间 能够拉长 你的看法怎么样 好 这个我们将来再来考量 但是虽然现在有规定说 期间多少 但是很多人都已经提前 部署了啦 包括总统的选举 在一年前就已经再选了 而这个补贴的问题 将来应该是修法来 补强一下啦 因为刚刚早上 高金委员还有 孔委员都已经提到 这个问题 确实大家很辛苦了 就像沈总统一样 谢谢 谢谢